各位,根據新華社北京11月30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 告全黨全軍全國國族人民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 極其悲痛地向全黨全軍全國各組人民通告 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 我患拜求合併多器官功能衰竭 搶救無效 在2020年11月30日12時13分 在上海逝世享年96歲 江澤民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人民公認的 享有崇居威旺的出越領導人 偉大的馬斯主義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 究竟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結出領導者 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 江澤民同志從青少年時間勤奮學習 追求真理 受到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革命思想的啟蒙 在大學學習期間 曾經積極參加抗日愛國活動洗禮 江澤民同志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完成了人生道路的選擇 最終確立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 而奮鬥的人生、理想和信仰 1947年在上海交通大學畢業之後 江澤民同志在工廠工作 在工人群眾之中 並得到青年會夜校職業青年中 從事革命宣傳工作 1949年組織工人群眾 開展互廠活動 迎接上海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江澤民同志先後擔任了 上海益民食品一廠第一副廠長 上海製造廠的第一副廠長 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 電器專業科的科長等職 1954年國家在長春興建第一汽車製造廠 需要大批專業技術幹部和管理幹部 江澤民同志應調前往 1955年副蘇聯莫斯科史大林汽車製造廠實習 1956年回國之後 江澤民同志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署的副署長 副總動力分副廠長 1962年江澤民同志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負責該所科研領導工作 1966年江澤民同志調任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 代理黨委書記 後任黨委書記 組織員只能發電設備設計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 江澤民同志受到衝擊 1970年江澤民同志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 1971年任中國第一機械工業部派駐羅馬尼亞專家組組長 1973年回國先後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 1980年江澤民同志擔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 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黨組成員主管實施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 令活操施和市辦經濟特區等開創性工作 1982年江澤民同志任電子工業部的第一副部長 黨組副部長 黨組副書記 1983年任部長 黨組書記 為我國電子工業發展做了重要貢獻 1982年9月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當選為中央委員 1985年江澤民同志任上海市市長 中共上海市副書記 198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 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並任中共上海市市委書記 單日上海市長 市委書記期間江澤民同志 帶領上海擴大幹部群眾 振奮精神 勇於探索 推動上海改革開放 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取得重大突破 浦東開發開放促勢謀編 推動黨的建設 精神文明建設 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步 1989年 春夏之交 我國發生嚴重的政治風波 江澤民同志 擁護和執行的黨中央 關於其次聲明 反對動亂 捍衛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確決策 緊緊依靠著港大的黨員、幹部、群眾 有力維護上海穩定 1989年 在黨的十三屆 四中全會上 江澤民同志 當選成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同年 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 決定 江澤民同志為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90年 在第七屆的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 當選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會的主席 江澤民同志是黨的第三代 中央領導核心 集體領導核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國際國內發生嚴重的政治風波 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 我國社會主義是發展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 在這個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 江澤民同志帶領黨和中央領導集體 僅僅依靠全黨全軍全國全國族人民 其次施明堅持四個基本原則 維護國家獨立尊嚴安全穩定 毫不動搖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堅持改革開放 捍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打開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 去到黨的十六屆十三年之中 國際形勢風雲變幻 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盡情波瀾壯闊 在國際國內十溫複雜的形勢之下 抗習民同志帶領黨的中央領導集體 高舉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偉大其次 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 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抓住機遇 深化改革擴大開發 促進發展保持穩定 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目標和基本抗掛 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和按勞分配的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 並存的分配制度 制定了和實施了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的系列 方針政策和重大戰略 銳意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 文化體制改革和各方面的改革 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針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實現香港澳門順利回歸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策略 打開了外交工作暫身局面 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建設 取得舉世觸目的新進子 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推向二十一世紀 在以江澤民和志為核心的 黨的第三代中央政治集體領域下 我們從容應對一系列 關係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 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困難的風險 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行道 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行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 十三年 我們的黨和國家 取得巨大的成就 和江澤民同志作為馬斯主義政治家的 紅材大略關鍵作用 高超政治領導藝術分不開 江澤民同志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期間 深刻洞察和把握了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 和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 對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提出一系列的 新論斷新的舉措 豐富和發展了毛丹東軍事思想和鄧小平 新時代軍隊建設思想 創立了江澤民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 領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江澤民同志強調 要堅持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 加強人民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 按照政治合格 軍事過硬 作風優良 紀律嚴明 保障有力的總要求 僅僅唯要打得贏 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 全面推進人民軍隊建設 毫不動搖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 始終把思想政治的建設擺在我們各項建設的首位 永保人民軍隊的性質滿色作風 觀設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 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 按照建設信息化軍隊 打贏信息化戰爭的目標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的徵兵之路 實現我軍現代化跨越式發展 實施科技強軍戰略 堅持從嚴治軍 依法治軍 勤建建軍 探索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治軍的特點和規律 與時俱進 推進我軍各項建設 深化國防科技工業 體制改革 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加快國防科技和武器 裝備發展 走出一條投入較少 效益較高的軍隊現代化建設道路 按照平面平戰結合 軍民結合 遇軍於民的方針 提高國防動員能力 發展高技術條件之下 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鞏固軍政軍民的團結 這一切對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有了長遠的指導意義 國習民同志 堅持馬斯主義的思想路線 尊重實踐 尊重群眾 準確把握時代的特徵 科學判斷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 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 在改革 發展穩定 內政 外交 國防 治黨 治國 治軍等各方面 都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 新觀點 新論斷 為堅持和發展黨的基本理論 基本路線 基本綱領 基本經驗 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特別就是它集中了全黨智慧 創作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上有一次與時共進 體現了一個真正馬斯主義的巨大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 三個代表 重要的思想突出強調我們黨 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代表中國先進文明的前進方向 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利益 遵從了人類歷史發展進步的普遍規律 遵應了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要求 反映全國國族人民利益和願望 走住了新形勢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管固黨的執政地位 完成黨的執政使命根本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最鮮明的特點和最突出的貢獻 就是用在一系列緊密聯繫 互相貫通的新思想 新觀念 新論斷 進一步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 什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創造性回答了建設什麽黨 怎麽建設黨的問題 對馬斯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開展 深化在我們對新時代條件之下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加強黨的建設和規律的認識 江澤民同志重視 事關黨和人民事業的重大戰略問題 在籌備黨的十六大期間 江澤民同志主動提出 為了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 為了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他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 並從中央委員會退下來 以利於促進黨和國家高層領導的新老交替 黨中央同意了港澤民同志的請求 從當時的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國防和軍隊建設任務繁重考慮 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 決定江澤民同志 留在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之後 江澤民同志全力支持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 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工作 盡心盡力履行黨中央交給他的職責 2004年江澤民同志從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大局出發 又主動提出他擔任黨和國家中央委員會的主席職務 充分體驗了他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深謀遠慮 從領導崗位退後 江澤民同志堅持擁護和支持黨中央工作 關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堅定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 2006年江澤民同志親自主持編輯和逐篇審定江澤民民選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江澤民民選主要收入 收入江澤民同志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紀初 具有代表性和獨創性的重要著作 我們更深刻地學習 領會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提供了重要的教材 江澤民同志目光遠大審時度勢 總是從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 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觀察和思考問題 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各種各方面的創新 江澤民同志信念堅定、處事果斷 總是把黨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始終不予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和信念 在關鍵時刻 又具有作出果敢、決策和非凡膽略 和進行理論創新的巨大勇氣 江澤民同志尊重實踐 與時共進 總是緊緊把握時間 時代發展脈搏和契機 堅持從黨和人民生活活生生的實現出發 總結經驗 尋找路子 腳踏實地而開拓 進取 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 創新同志 尊重群眾 總是高度關注人民群眾安危冷戀 依據最廣大的人民根本利益 來檢驗和推動工作 江澤民同志的優秀品格和高尚風化 將永遠教育和激勵我們的前行 江澤民同志的勢勢 對我黨 我軍 我國 國族人民 是不可鼓樑的損失 黨中央號召 全黨 全軍 全國 國族人民 化悲痛為力量 繼承江澤民同志的為志 以實際行動表達我們的悼念 我們一定要更加自覺地團結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堅持黨的基本理論 基本路線 基本方略 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 增強四個意志 堅定四個自信 做到兩個維護 持之以行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與黨的自我革命 引領社會革命 使我們黨堅守初心使命 始終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我們一定要堅持馬斯 和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領導 三個代表重要的思想 科學發展觀 全面觀設 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 堅持把馬斯主義基本原理 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堅持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與時共進 求真無實 勇於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 在新時代的偉大實展中 不斷開逼 馬斯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讓現代化中國 現代中國馬斯主義放射更加燦爛的真理光亡 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中國共產黨領導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團結一心 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努力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創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我們一定要全心堅持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殊勞群眾觀點 貫徹群眾路線 尊重人民首創精神 堅持一切為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從群眾中來 從群眾中去 始終保持與群眾的血肉聯繫 始終與人民同呼吸 同命運 心連心 我們要努力學習三個代表 重要的思想 學習江澤民同志的革命思想 革命精神和革命風範 學習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 觀點 方法研究新情況 解決新問題的科目態度 和創造精神 把我各件事成為 富強民主文明的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而團結奮鬥 中華民族的偉大貨英事業 迎結了包括江澤民同志在內的一代 有一代共產黨人的心血和奮鬥 前進道路上 全黨全軍全國國族人民 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強領導之下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其次 全面觀設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醞釀偉大建黨精神 堅定信心 同心同德 埋頭苦幹 奮勇前進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面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努力奮鬥 郭澤民同志 永遂不撓